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天上宇宙舞者神愈卡 天使祈祷神愈卡 还有刺卡 总共有三个选项都是不一样的高点饼干 对应这次主题凭着目前的直觉 心中想着问不得他 假如现在的你想带一样给对方 当下的你会选择给对方的是哪个选项的高点饼干呢 选好了的话可以直接点击 现在已经准备好了的时间走 这次要做的主题是 他有多想靠近你哟 hello 给选到第一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家照片的主题是 他有多想靠近你呢 说神愈牌卡一起来看 你要问的这个他目前有多想靠近你 抽一张主题牌卡给选到第一组 他有多想靠近你呢 他觉得跟你是心灵相通了 你们的灵魂是一体的 你们很有共同的语言哦 他深深的被你吸引着 他觉得你是全世界最懂他的人 在你的身边很能够补充能量哦 让他可以完全的放松 可以做自己 他已经习惯有你了 他每天都会想要见到你哦 都会想要亲近你 给选到第一组 它有多想靠近你呢 首先你主题牌卡来看 他觉得你们的灵魂是一体的 你们有很多的共同语言哦 你们是很聊得来的 他深深被你吸引 他觉得你是全世界最懂他的人 在你的身边毫无压力 可以在下面去做自己 可以补充能量 看了已经习惯有你了哦 他就是每天会想你好几遍 看塔罗怎么说 也选到第一组 这个人有多想靠近你呢 看塔罗怎么说 他追着主要有你在身边 什么都变得有可能哦 什么都变得乐观起来 你是那么的聪明 懂分析的人哦 每当他有问题的时候 你总有办法的解决他的问题 帮助他离苦得乐 走向幸福平静安稳的心 跟你分开的日子 他会一直会想起你哦 一直想要接近你 他不喜欢跟你分开 想跟你稳定的发展哦 有一个未来 想跟你打好基础 你是他最满意的类型了 你就是他心心念念要找的 那个闷钟情人哦 在他的眼里你是非常有魅力的 你的笑容你的热情很能够感染他 很想靠近你弄清楚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人 他想成为你喜欢的样子哦 每天都盼着你能够 回到他的身边 有你呢 他的日子就好像阳光 就好像阳光升起的那一个快乐时机 就什么都很新鲜的感觉 充满力量 给选到地主他有多想靠近你呢 以导落派卡来看 他觉得只要有你在身边呢 什么都变成有可能哦 遇到什么问题都会有解决方案的 你总有办法的去把他的问题解决 帮助他离苦得乐 见到你就好像见到他的救命之心 他呢不喜欢跟你分开哦 在分开的日子呢 他就是无法关心做其他的事情 一直渴望着能够跟你见面哦 他的心已经被你偷走了 没有你呢 他的心就不完整了 这一个人他要跟你稳定发展哦 希望跟你稳定的可以走向平稳 有一个未来 他呢现在把你看成是他最满意的类型哦 没有其他人能够比得上 你在他心中的位置 你符合他所有的择偶条件 你是那么的闪闪 发亮有魅力 你的笑容 你的热情 你的一举一动 都那么的令他动心 他很想靠近你 弄清楚你喜欢什么样的类型 你的喜好是什么 他想成为你满意的样子 想满足你所有的需求哦 他每天都盼着你能够想起他 每天盼着你能够回到他的身边 有你在身边 一切都变得很新鲜感哦 变得很有趣 你就是他的阳光 看资格怎么说给选到第一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资格 他有什么话想说 你把平衡带到他的人生 由你他变得完整了起来 你填补了他心中的坑坑洞洞 我们需要等待更好的 这个情况哦 他说请忍耐一下 是否可以至少当个朋友呢 请你别离开他 请你别把他当敌人哦 或者陌生人 他要至少跟你当个朋友慢慢发展 你是否有听见他在呼唤你的名字呢 他想你想得快发疯了 无论怎么样都好 他都会选择对你不离不弃的 这份感情对他而言太重要了 你虽然没有做任何的事情 但他已经开始担心 你会伤到他的心 因为你好重要 你对他的影响很大 他为你感到骄傲 他觉得你比过去还要更有魅力 更美丽 更有吸引力了 爱情是需要时间的 我们就耐心等候一下吧 虽然他也很急 给选到第一主义自可来看 你的出现呢 你把平衡带到他的生命中 是你填补了他心中的坑坑洞洞 但现在我们需要忍耐一下 时机不太对 爱情是需要时间的 请你再忍耐给他一点时间 他虽然也很急 但他也是为了想要跟你长久的稳定的 有一个未来呢 这个等待是必要的 请你别把他当神陌生人 至少当个朋友可以吗 他好想你 然后自从上一次跟你分开 他觉得这段日子 就是他无法专心做其他的事情 然后只想着你 是否有听见他在呼唤你的名字呢 他决定了 无论如何都会对你不离不弃 多艰难艰苦呢 他都不想放开你的手的 这份感情对他而言太重要了 虽然你还会做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 但他已经担心着你会做什么 令他伤心难过的事情 因为你对他的影响好 但他知道他自己玩大了 他太过的把你放在心上了 他发现你变得更加的优秀 更加棒了 他为你感到骄傲 同时也为自己感到担忧 担心着你会发现 他配不上你 看中文字卡 来自对方的心声还有什么呢 得选到第一组一起来看 来自对方的心声还有什么 遇见你已用尽我毕生的运气 他觉得他最大的幸运 就是能够遇上你 从来我不会再主动了 后来我不会再主动了 虽然我很爱很爱 他还是爱着你的 但他没有主动了 不代表他不再爱你 再看 我爱的就是这样的你 你不用做任何改变 你已经是他喜欢的样子 接着我们看这个神域牌卡 有什么建议呢 可以选到第一组 你对这种情况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 抽三张一起来看 有什么建议呢 上天一直有在眷顾着你 从来没有忘记你的存在 所以你不是孤单一个人的 所以保持笑容 你是安全的 你一切都没问题 再看 把真话说出来吧 就去表达你自己 勇敢地去向对方坦诚 表达你要的是什么 别假装喜欢 其实心底不喜欢 对方以为他做着 你喜欢的东西 而你却假装喜欢 那样何必呢 再看 做好准备吧 去迎接新的开始 过去令你不开心的那些能量 给它释放掉 让自己有一个 可以重新开始的机会 让自己的心 腾住空间 迎接美好 看这个塔罗拜卡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给选到第一组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 抽一张塔罗看一下 好了 出现的是这个 审判排卡 就好 救你自己 若你不肯救你自己 其他人怎么努力 也是救不了多少 你还是需要 修自己 若你不愿意 原谅过去的自己 让过去的 不好的能量 释放掉 他人怎么样 想要帮助你 也是无法完成做到 还是需要 靠你自己的努力 所以给选到 第一组 原谅自己过去 做错的事情 别一直在内疚了 然后呢 就是从过去的 吸取教训 错误中 吸取教训 然后还会有 散散发亮的未来 好啦 这就是给选到 第一组的排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云呢 祝你对方满满的幽默感 欢乐连连的过每一天 祝你好运一切顺利 谢谢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点赞 订阅 分享 还有留言 拜拜 拜拜 哈喽 给选到第二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下三文的主题是 他有多想靠近你呢 说成预排卡一起来看 目前你要问的这个 他有多想靠近你 抽一张主题排卡 给选到第二组 他有多想靠近你呢 后来一组织排卡来看 他觉得跟你在一起 是天生一对的 有互补的那种情况哦 你的出现呢 你令他找到了 他的人生性方向 人生意义 他现在很迫不及 期待的想 推动这份感情前进 关于你的一切 他都有注意哦 他都有留意到 给选到第二组 他有多想靠近你呢 首先你足迹排卡来看 他觉得你们是互相的 完整的彼此哦 你们是互补的 你们是属于彼此的 你们是天生一对的 自从你的到来 你的出现了他的生命 才刚开始 他找到了新方向 八分图强的对象 他呢 现在很想要对动 这份感情前进哦 心中对你的热情 是非常火热的 你的一切 他都有留意 他有关注哦 看塔罗怎么说 他有多想靠近你呢 你的事情 他都想要知道的更多 永远都觉得不够 因为你是他的幸福 跟你在一起很有满足感 对你的热情是满满的 很大的动力 想追求你 同你欢心 为了这份感情呢 他想做正确的举动与决定 绝对不可以让自己不小心弄丢你 你是那么的重要 对你的热情是一发不可收拾 但同时呢 他担心你 不会觉得 他配得伤你哦 你是怎么看他的呢 他就是 会胡思乱想 很想要冲向你弄清楚 你对他是否也有心意 你对他是否有感觉 对你的Firming反应好强哦 已经坐不住了 想要弄清楚哦 他也想要你知道 你对他而言有多重要 想让这份感情就这样子 平衡的走到永远哦 他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若你认为他被动 若你看不出他很想靠近你 都是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前进哦 他是很有心想前进的 给选到第二主义塔洛派卡 来看他有多想靠近你呢 他把你看成是他的幸福哦 跟你在一起他是最有满足感的 很想冲向你去把他这份心意告诉你哦 怕你不知道他是爱着你 怕你不知道他是把你真的放在心上 对你的朋友们反应好强哦 他已经坐不住了 对你的热情已经多到快烧伤他自己了 很想冲向你去做正确的事情 去好好地争取你哦 他觉得是时候呢 就是找到答案了 他心中有很多的疑问 很想弄清楚 你对他也是有爱吗 你对他也是有好感吗 他知道他完大了 他对你的热情是一发不可受使的 他停不下来了 对你的爱恋已经停不下来了 别看他表面上带着笑容 其实他心里好不安 他担心着你不会爱他 所以他很想知道答案 但他没有行动哦 他怕你给出的答案不是他想要的 所以他多么地想靠近你 但他就是可能行动比较少哦 可能甚至会令你误以为 他没有想靠近你哦 其实他是有心想靠近你 他是担心你给出的答案不是他想要的 他还弄不清楚你对他的心意是怎么样 看自卡怎么说给选到第二主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自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他也许不是第一位爱上你的人 但是他知道他是最爱你的人 我们之间发生了一些变化 他无法再当纯的只把你当朋友哦 因为他已经爱上你了 希望有一天你能够原谅他 若他做错什么 而不想你一直在生他的气 若他有伤害到你 他也很恨他自己 你改变了他 他不会再像过去那么粗心的去把你伤到 他知道都是他的错 他愿意承担错误 这一切都不是他想要发生的 他好想你要见到的每一个人都令他联想到你 很想念被你拥抱着的时候 听见你心跳声的感 那个时刻 给选到第二主 这个来看他说 也许他不是第一位爱上你的人 但他很确定他是最爱你的人哦 请原谅他无法像过去 单纯的只把你当朋友了 因为他已经爱上你了 他希望可以与你有一个结果的 如果他有做错什么 伤害到你 他也很恨他自己 希望你有一天能够原谅他 你改变了他 他不再像过去那么粗心了 他将来会更细心的去对你好 不再让你受伤 他也接受他的错误 他愿意承担错误 并且学习改变哦 这一切都不是他计划中要发生的事情哦 他也不想的 请你别离开他 他想你想到快发疯了 他见到每一个人都会联想到你哦 很怀念被你拥抱着的时候 听见你心跳升的那些时刻 看中文字卡来自对方的心声 还有什么呢 给选到第二主一起来看 来自对方的心声还有什么 谢谢你的不珍惜 让我学会了放弃 其实很想一直陪伴在你身边 只是你好像没那么需要我 他感受不到你需要他 所以他也犹豫了 他不知道该怎么向你靠近哦 再看 你可以依靠我 他是可以依靠可信可靠的一个人 看这个神域牌卡有什么建议呢 可以选到第二主一起来看 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呢 抽三张 好了 出现的这一张牌卡就是 你的身体 你的健康问题是得到疗愈中的 好好照顾好自己的健康哦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才能够更好的去把爱带给对方 先照顾好自己能够 才能够去爱他人哦 把你的能量集中起来吧 弄清楚什么才是对你而言最重要的 别因为其他的小事 而耽误了你的大事 然后这张牌卡就是 这一位大天使呢 他在支持着你 帮助着你哦 把你遇到的那些挑战于难题呢 给他清除掉哦 所以你面前的难题呢 会变得减轻起来 所以勇敢的去克服面前的挑战 别再对缩了 现在我们抽一张塔罗牌卡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可以选到第二主一起来看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 好了拿到的是新币7 这一张牌卡哦 你看起来一个人愁眉苦脸 他愁眉苦脸的看着他面前的东西 好像一些杂草哦 他不太确定自己是否有能力 把这面前的那一些烂摊子 给他解除掉呢 所以他就是觉得太困难了 失去了动力去解决哦 所以不要失去动力的 开始动起来吧 你会发现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的困难哦 好了 这就是给选到第二主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于呢 祝你与对方的感情会变得更稳固牢固的 走下去走向甜蜜哦 祝福你哦 谢谢收看 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点赞 订阅 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Hello 给选到第三主 感谢你的到来 最佳咱们的主题是 他有多想靠近你呢 说成预备卡一起来看 目前你要问的这个 他有多想靠近你 抽一张主题牌卡 给选到第三主 这个人 他有多想靠近你呢 好了 以主题牌卡来看 你吩咐了他的生命 他对你绝对是有感觉的 相信你 他就 乐开了花 你已经是他中心点哦 他最重要的人哦 他对这份感情是认真的 投入的 你就是他最大的动力哦 他已经把你看成是他最大的追求 给选到第三主 他有多想靠近你呢 首先你足迹拍卡来看 好明显 他对你很有感觉哦 想起你 他就心花怒放 乐开了花 你是他心中最重要的人 对你完全是认真投入的 想起你 他就满满动力的 想要向前进哦 就是 满满动力的 想要追求你 把你看成是他最大的目标 看塔罗怎么说 他有多想靠近你呢 可以选到第三主一起来看 目前的他有多想靠近你 他就是很懂得隐藏哦 你可能看不出来 他那么的喜欢你 他把你放在他心上 他心中最重要的人 他好在乎你 像飞蛾扑火的 想要冲向你哦 不顾自己的安危了 实在有太多 害羞 不知道该什么 向你表达的话 他一直回忆起你 过去对他的好 过去你带给他的甜蜜 他忘不了你们之间的过去哦 有你呢 就好像 得到了最大的幸运 你是他的幸运之心哦 他绝对是稳如泰山 爱着你 他现在决定了 就是想要与你为一个细水长流的一个发展哦 对你已经付出了真情 已经多到满处来哦 对你的情感已经多到满处来的 他觉得爱上你是他最最对的决定 给选到第三组 他有多想靠近你呢 以陶罗派卡来看 这个人呢 他就是很懂得隐藏 他对你的爱哦 他比较内向 你可能表面上看不出来 他很懂得隐藏哦 就可能你看不出来的 他呢 已经就觉得跟你相遇是他最大的幸运了 现在他已经把你放在他心中最重要的位置哦 他很在乎你 甚至爱你多过爱自己的那一种程度了 稳如泰山的 想要与你为一个发展哦 他可以飞而不火地冲向你 不顾自己的安危 他真的爱你多过爱自己哦 这个人呢 他就是希望可以跟你有一个细水长流的感情哦 不想太快地跟你开始 所以他慢慢来 因为他要的是你的将来 他要跟你走到白头偕老哦 实际上有太多的话 他常在心中还会表达给你听 再没有你的日子 他想你想得不得了哦 你带给他的那一些甜蜜 他永远都不会忘记 心中对你的爱 对你的情呢 已经多到满出来的 已经不能再多了 他觉得爱上你是他最对的决定哦 给选到第三竹 他是很想靠近你的哦 只是他害羞 他不知道该怎么说出来 而且他又内向哦 看资卡怎么说 以前到第三竹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资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他过去可以对你更好的 他后悔没有对你更好一点 现在他不想面对真相 他想逃避面对真相 他疯狂的爱着你哦 他依然是那么疯狂的喜欢着你 爱着你 好像要紧紧的把你抱着 不放开手哦 让过去的事情 让过去的事情 给他告一段落吧 我们往前看 他总觉得你好像要离开他 他抓不住你的感觉 你没有见到他的泪水哦 很多时候在你面前是装坚强 装 没事 装不在乎 当你抱着他的时候 他可以感受到你是在乎他的 他很喜欢被你拥抱着的感觉 有时候他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所以他什么都没做 给选到第三竹 以资卡来看 说他过去可以对你更好 他现在很后悔 没有早一点的 就对你那么好的 不知道现在会太晚吗 他现在想逃避面对真相 他总觉得 他有不想的预感 你好像要离开他了 你好像要抛弃他了 他抓不住你 好想要紧紧的把你抱着不放哦 他那么疯狂的爱着你哦 希望过去的事情都可以告一段落 不再影响你们的感情哦 他想要跟你发展的 不想让他过去做错的事情 影响你们的发展 你没有见到他的泪水啊 他就是隐藏的很好哦 你甚至认为他好像一个 没心没肺 莫不关心莫不在乎的那个样子 他其实没有你表面看到那么的坚强 他躲起来为你哭了好多次的 他需要你更多的能够拥抱他 当你拥抱他的时候 他可以感受到你是在乎他的 有时候他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所以他没有做什么任何的事情哦 不代表他不在乎你 他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做而已哦 不知道该怎么前进 看这个中文字卡来自对方的心上 还有什么呢 给选到的三主一起来看 来自对方的心上还有什么 我永远需要你 我也希望我永远被你需要 他希望永远都互相需要彼此哦 离不开彼此哦 你那里没有我的位置 我懂 所以我走 若他离开你不是不爱你了 他只是觉得他自己没有你 就给他 你没有给他一个位置 只要喜欢的你 陪在我身边就是幸福 不管在哪里不敢做什么 有你在身边就是幸福了 看这个神域牌卡有什么建议呢 也选到的三主 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讨 抽三章一起来看 有什么建议呢 好了 这张牌卡就是 其实你周围的人都有很多 值得你信赖的一个人 值得你爱的人 对方呢 是可以可靠可信的尝试 是否可以去相信对方 别一直在怀疑 再看 别再质疑对方的一番好意 试试后让自己度个假 放松心情起来 别给自己太多的压力 给彼此一点空间 接受你自己 你要自信起来 你首先要懂得爱自己 才能够得到别人的爱 若你连自己都认为自己好差 你怎么会看见他人爱上你的能量呢 接着我们抽一张塔罗牌卡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 可以选到第三组 面对这种情况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好了 拿到的牌卡是这个圣杯三牌卡 你看在庆祝的样子 在开派对的样子哦 你有多久没有让自己放松的 去欢乐一下呢 跟对方相处可以多一点的欢乐 欢笑声哦 别总是摆出一副苦瓜脸 忧愁忧心忡忡的样子 然后跟对方给 就是哪怕一点小事 都可以值得庆祝一番哦 多说一些赞美鼓励的话 谁都喜欢去 处于这种气氛哦 没有人只喜欢在一个很沉重 充满压力 压迫感的一个气氛的 好了 这就是给选到第三组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云呢 祝你分身浮足哦 什么都不缺 还有就是 接下来有很多值得庆祝的好事 可以发生 谢谢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点赞订阅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